国家大剧院 现在已经进到了音乐会的观众席 先带大家看一下现场的布置是什么样的 中俄文化年开幕式 即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 稍后就会在这里举行 这次演出的亮点之一 就是中俄两国的艺术家们将会同台 表演两国的一些著名曲目 看到现在台上已经有一些艺术家们 在陆续地开始做准备了 我们的媒体记者们 也是在做报道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现场还有俄罗斯的记者在用中文的报道 刚刚看到你在出镜 然后用很流利的中文在出镜 我是今日俄罗斯的记者 我本科的时候开始学中文 学中文是一种挑战 通过语言能了解真正的国家 我们现在要去后台带大家看一下 昨天呢我们也是参与了 这场音乐会的全流程彩排 Hello What do you guys perform today? Russian and China I was in China five times Five times? Five times for performing or travel? Five times for performing Five times for performing But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performance 我们今天演就是跟那个俄方乐队一起合作 是我第一次见和他们的自己的民族乐器组成的乐团 也让人耳目一心 How long did you prepare to learn the Chinese song? I need to help 虽然我们语言不通 但是 春风希望 我喜欢你 希望好消息 我希望你 希望好消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族七月的艺术家同台演出 而且阵容非常庞大 这个阵容也是应该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阵容 两国的两种音乐能够融合在一起 觉得也充分体现了音乐无国界的这么一种境界 文化的交流 我觉得尤其是音乐上的交流 可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李欣财老师还给我们展示了 他专门为这次演出挑选的服装 他其实就是稍微设计了一下 既有中式的元素 也有西服的元素 那么这个颜色呢 这个是我的一个创意 其实这是我们国旗的大配色 今天在这样一个汇聚了中俄两国优秀音乐家的音乐会上 音乐跨越了语言文化 传递着许多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